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2011年一个叫冯仁芳的年轻人却辞掉在一家上市公司当总经理助理的工作跑回来种橘子 而且还让姐姐辞职一起干 这遭到很多村民的嘲笑 家里反对特别的大 我爸妈很生气的 也很伤心的 觉得很没有面子的 他们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村里面总共就我们家两个大学生嘛 所以 那个时候确实挺难受的 也很多人嘲笑我们的了 做得好好的工作不去做 然后回家做这种 说她妈妈是白养了 她就是冯仁芳 今年28岁 像这样一袋橘子 有200来斤 冯仁芳没挑多远就吃不消了 干贯农活的母亲赶紧接了过来 别看冯仁芳生长在农村 父母却从来没舍得让她干过农活 让村民们感到纳闷的是 肩不能挑 手不能拎的冯仁芳竟然要种橘子 她扬言要把橘子卖到40元一斤 2011年冯仁芳开始实施自己的财富计划 为了这个计划 她足足准备了十年 连考大学报志愿都围绕着自己的这个计划 仅用三年时间 冯仁芳就用三万元创下了近千万元的财富 只有三年时间 现在在我们永全 这个当地已经排名排了数一数二了 同行啊 花了那个十几年都没有那个就是达到的那个这个想法 就是在那个两三年就把它那个实现了 那么 冯仁芳是如何把橘子卖到40元一斤的 她准备了十年的财富计划又是什么呢 这一切还要从她家里遭遇的一次困境说起 冯仁芳家有三十多亩橘子地 打她既事起 父亲就种橘子 却一直没有卖出好价钱 2000年 冯仁芳上初中 那年 家里的橘子特别难卖 整车的橘子只能倒掉 父亲当时的表情深深印在了她的脑海 我当时我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 我父亲就脸色就塌下来 就像那边叫橘子的那种感觉 辛苦了一年 橘子还要一框框地挑下山 到头来却白忙一场 冯仁芳知道父亲的心里不是滋味 她很心疼 她要为父亲做点什么 从此 冯仁芳有了一个计划 为了这个计划 她足足准备了十年 我父母的初中那个时候的印象让我产生 我这辈子一定要帮她完成这个事情 并且完成得好 让她也能够把自己的东西销售好 有一个转变 2004年 冯仁芳考大学时 特意选择了市场营销专业 她觉得这个专业 与她家一直低迷的橘子价格息息相关 这是她财富计划的第一步 大学期间 冯仁芳利用索学知识 对家乡永泉秘局做了深入分析 就连论文都是围绕着这个产业展开的 2008年 冯仁芳面临毕业 按说该实施财富计划的时候了 可是冯仁芳却被一个现实的问题给难住了 最大的困难就是家里没有很好的一个资金支持 这是很大 很现实的一个困难 因为我家里一直种下来以后 橘子也没有让我家里发财支付 反而是欠了一部分债 通过学习 冯仁芳意识到 父亲种的橘子要想摆脱价格低的困境 就得走品牌化经营 可打品牌必须有资金支持 他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挣钱 大学毕业时 冯仁芳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 被一家上市公司录取 当时急需挣钱实施财富计划的冯仁芳 工作特别用心 才一年时间就得到公司重用 破格提拔为总经理助理 因为我们这个岗位的话呢 是属于公司的话呢 重点的忠诚干部的 这个后备的培养的一个通道 如果继续留着我们的座的话 他也是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忠诚干部 如果继续好好干 不会太久 冯仁芳就会被提拔为忠诚干部 严心能够拿到三四十万元 到时候就有钱实施自己的财富计划 但出乎意料的是 2010年年底 干得好好的冯仁芳却突然辞职 带着三万元存款回了家 冯仁芳说他等不了了 因为一个难得的机会就摆在面前 他必须抓住 50年一遇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低成本 然后每个我觉得 对我们刚创业的 没有钱的 没有资金的人 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个时候我就想到 我要义无反顾的回来 去做这个事情 去建做自己的品牌 创建橘子品牌 在永泉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20年前当地就有人做 发展到现在 永泉的秘菊品牌多达上百个 但大部分属于名不见经传 而区只可数的几个有影响力的品牌 也是历经一二十年的机店才有了名气 当大家听说 冯仁芳要用三万元打品牌时 觉得根本不可能 父亲不相信 儿子拿三万块钱 能折腾出什么名堂 气得几天没吃饭 干脆不准儿子踏进自家橘子地半步 为了说服父亲尽快交出橘子地的经营大权 冯仁芳立下军令状 承诺一年内 让老冯家的橘子成为浙江省知名品牌 父亲认为是在开玩笑 一年后 冯仁芳还真就让家里的橘子在全省出了名 当年卖到断货 年销售额突破了一百万元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冯仁芳发现了这个财富机会 这到底是一次什么机会冯仁芳又做了什么呢 2011年8月橘子眼看要红了 最终还是父亲做出让步 交出了橘子的经营权 然而让父亲接受不了的是 冯仁芳刚接受就对家里的橘子挑三拣四 同一片地里长出来的橘子到底有啥不同 冯仁芳不但要求挨个挑选 而且还要仔细挑选三遍 这些给他挑橘子的工人都是经过培训的 个个火眼金睛 在其他家里我一天能捡很多箱 在他只能干一半的箱子 这个橘子已经被挑过三到手了 对 我给人家的箱子一个箱子倒进去了 马上就好了 我们一个一个地挑 这一盒橘子有多少个呀 32个 要挑多久 要挑十几分钟 冯仁芳要找的是这里最好的橘子 如果抓住这次机会 这些橘子就能卖到四十元一斤 那这四十元一斤的橘子究竟有什么特别呢 记者跟着冯仁芳上了山 因为这里基本上都是15年以上到20年左右的树林的 所以他们这里基本上每棵树林都有 那不是每个橘子都能卖四十块钱吗 那肯定不行 冯仁芳告诉记者 像这样的橘子树年产量在二百斤左右 四十元一斤的橘子最多出二十斤 记者接连挑了几个 冯仁芳都摇头 在冯仁芳的指点下记者总算找到了一个能卖到四十元一斤的橘子 冯仁芳挑出来的橘子 从外观上看 个头均匀 表面光滑 没有磕伤麻点 这样的橘子不但品相好 保质期也能延长 这个大概能放个三十天 这个就能放一个星期或者十几天都没问题 这样没碰到 为了这些精挑细选的橘子 冯仁芳专门制作了这款颠覆性的盒子 并且申请了专利 为即将到来的财富机会做准备 以前橘子销路不好 冯仁芳的父亲一直按照捅货方式销售 能多卖点就多卖点 可橘子被冯仁芳挑三拣四之后 不好的只能逼价处理 美金至少亏一块多 父亲本指望儿子把精挑细选的橘子 卖个好价钱找回损失 可没想到冯仁芳竟然放话出来 橘子不卖只送 她的这个做法 让就连一向支持的姐姐 也觉得心里没底 到底未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会有怎样的反馈 也是不知道的 因为毕竟人家吃完了 就结束了 就背后说她嘛 这个橘子吃了就吃了 别人家还记得你 这个橘子还甜还是不甜 送给人家吃的东西嘛 人家不想不留意一下是吧 不论大家怎么泼冷水 冯仁芳相信 十年的准备 让她练就了判断财富商机的能力 也是看准了这个机会 她才敢说 一年内将家里的橘子 在全省打出铭记 这到底是一次什么样的机会呢 冯仁芳究竟要把橘子送到哪儿去呢 2011年11月 浙江省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 在冯仁芳的老家 台州市举办 这恰恰是橘子成熟的季节 冯仁芳要抓住机会 让她家的橘子在全省露露脸 她肯定能达到在省内外 在浙江省范围内 或者是浙江省辐射到了一个桌边的省市 他们肯定都会知道这个品牌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当时只有三万人的冯仁芳 要在大运会上打广告 杯水车薪 冯仁芳找到组委会筹备组的负责人胡志伟 提出赞助橘子 但让冯仁芳想不到的是 送橘子会那么难 觉得这个事情很小 我们可能也进行瞄准一些大的企业 或者其他一些 想拿一些资金方面的赞助 要根据没想到 好像大运会还要拿一个农产品的 好像这个东西 在组委会的印象里 历届浙江省大运会 都没有赞助农产品的先例 两个月时间 冯仁芳数不清自己去了组委会 多少次都被拒绝了 冯仁芳比谁都清楚 这次机会有多重要 为此他不惜放弃工作 还拉着姐姐也辞了职 如果失败 将要付出很大代价 这次机会如果错过以后的话 就像其他人一样的 一个品牌建设需要一个十年二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去完成 距离大运会开幕只剩十天 冯仁芳的心一天比一天凉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 本届大运会的吉祥物 引起了他的注意 冯仁芳盯着这个名叫奔奔的娃娃 看了很久 突然感觉有希望了 他兴冲冲地赶往组委会 就这样冯仁芳成为了 此次大运会的赞助商 免费提供橘子 共计花费了三万多元 冯仁芳也和他的橘子一起 出现在了新闻上 创办不到一年的品牌 在全省打开了知名度 应该是说是千两不清新的左右了 我估计真正要 如果要是按这样的力度 去宣传推广这个品牌的话 那我估计是几十万的头颅 都肯定是不一定起到 这样的好的效果的 我销量一下子大很多 反倒是我们有点供不应求 2011年 冯仁芳的橘子销售额 突破了100万元 美金售价从8元到40元不等 其中40元一斤的 占到了总销售额的30% 这是父亲以前 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风仁芳准备张开双臂 拥抱财富 丝毫没有意识到 通往财富的道路 会一波三折 我那个时候就想到 12年肯定是个很好的机会 肯定要赚大钱了 2012年的秋天 橘子红了 冯仁芳早早做起准备 筹击资金80万元 深入永泉的大山 收购了20万斤 符合品牌标准的优质橘子 我这个品牌 我感觉一年通过神运会 我也上来了 你觉得也是个 可以叫的想品 那个时候就这么想 所以我们始终觉得 那个一年都能脱销 一年应该也能脱销 冯仁芳乐观地认为 五天之内就可以把 20万斤橘子卖光 但现实却抽了冯仁芳 一记重重的耳光 当时的话 我们楼上楼下 全部堆满了橘子 这下面也是橘子吗 对 也是橘子 全部都全都 结果挺让人失望的 因为堆久了 这橘子就烂掉了 就像在这里一样 很压抑 缺氧一样的感觉 这一年 恰逢永泉秘菊风产 市场竞争激烈 冯仁芳要赶在橘子烂掉前 把20万斤橘子卖掉 他开始与时间赛跑 那段时间 冯仁芳连睡觉做梦都在卖橘子 但醒来总是一场空 最终一半的橘子烂在了家里 冯仁芳意识到 虽然自己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但单打独斗 还是闯不了大市场 他决定成立合作社 规范农户种植标准 定期修枝 灭花 控制产量 保证的橘子品质 可当冯仁芳找到农户谈合作时 却四处碰壁 即使出来比市场高 20%左右的价格 他们也别应该模仿做 当时 冯仁芳的橘子品牌 在浙江省 也算得上名声在外 收购价定的也不低 按说对农户来讲 是件好事 可农户为什么不乐意呢 那时的冯仁芳 只有26岁 创进品牌才一年 和这样的人合作 农户心里没有底 那段时间 冯仁芳每天奔走于农户家 软磨硬泡 半年下来加入合作社的只有几十家 原以为触手可及的财富 一下子变得渺茫了 冯仁芳的不配合 没有稳定的一个供应来源的话 对我们整个销售都有很大的影响 然而半年后 冯仁芳的合作社社员数量 激增了400多户 冯仁芳究竟做了什么 农户又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2013年夏天 临海遭遇百年不遇的干旱 橘子品质受到很大影响 市场收购价格从美金3.5元 跌到2.6元 品质不好 价格自然要下跌 农户也很无奈 但冯仁芳却从中看到了机会 他坚持按照合同价3.5元一斤 收购社员的橘子 自己搭进去了50多万元 但却因此赢得了很多农户的信任 虽然橘子品质不理想 但冯仁芳却没有降低挑选橘子的标准 坚持进行三变人工挑选 瑕疵国品报废率比以往高出20% 然而尽管这么仔细的挑选 意外还是发生了 2014年1月的一天 冯仁芳接到客户打来的电话 上来就说橘子有问题 尽管冯仁芳不大相信会出现质量问题 但还是二话没说 立即补发了橘子 让客户没想到的是 冯仁芳寄来的不是需要替换的五六箱橘子 而是整笔订单一百箱橘子 经过追查 那五六箱有问题的橘子都是父亲包装的 原因就是他实在看不惯儿子对橘子的苛刻 没有严格按儿子的要求来挑选 现在父亲终于理解了冯仁芳的做法 2014年 冯仁芳被评为浙江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带动农户五百多名 2014年的秘局销售已经突破六百万元 到年底突破一千万元没有问题 四十元一斤的秘局 占到了总销售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冯仁芳告诉记者 这只是他十年财富计划的开始 他的橘子将会赢得更大财富 创业的过程的确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过程 因为他也有很多困难 也有很多快乐 最后结果如果是成功 你肯定是很快乐的 但假如说失败了 可能为你以后的创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见解 冯仁芳的成功创业 源自于他最初对于梦想的栽培 也源于他十年磨一剑的积累和坚持 我要创业 往往是许多创业者的第一句宣言 但是只有清清楚楚的知道 要做什么才能够真正迈开创业的第一步 好的各位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 浏览查询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制服经的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内容 他曾是一名乡镇语门老师 下海头一年就赚了四十多万 他两次身无分文 进入陌生行业 都能赚钱 在当地民生大振 可提起他 当地很多人却是这样说 大风 很蠢人 意想天开 很笨的人 有点是这种不正常的 是风 是傻 还是技高一筹 与众不同 看江西赣州的黄铁梁 没钱 也能创大业 是傻子的黄铁梁 是傻子的黄铁梁 是傻子的黄铁梁